就是看到我是中国人啊 就态度对我非常不好的那种啊 到底是哪里招惹他们 大家好 我现在是在塞尔维亚的首都 或者格兰格啊 很多朋友想来塞尔维亚生活 然后又不知道这边消费水平怎么样啊 因为真实性也不太靠谱 今天老周就给大家看一下 100人民币在塞尔维亚能买些什么东西 然后我今天已经买了一些吃的啊 就是因为它这边没有什么好吃的面 这个泡面的话也是必备的 然后还有那个牛肉排啊 还有牛奶 还有一些蔬菜 这些买下来的话是塞尔维亚币的话是 660 因为塞尔维亚币和人民币的汇率是100人民币 等于1500塞尔维亚币啊 所以现在已经差不多花了600了 为什么我会选择就是自己买菜的这个方式啊 因为自己买菜的话是最省钱的 特别在欧洲啊 因为如果你要去餐厅吃啊 想试探100人民币 能怎么花 基本上就是点两杯饮料啊 可能一杯饮料就是四五十 或者说你去吃一个鸡肉卷 或者一个汉堡 差不多也要四五十 你100块两下就折腾没了 现在东西买回来了啊 先做饭吃 就把饭都搞定 然后台边有一个大老外啊 他在 什么也不知道 然后下两个牛排啊 然后我进去的发现 就是老外他吃的这瓶饭了 这里就是 布尔格莱德的核心 主街道啊 步行街 然后现在是下午 下午的话 他这边出来的人 他就陆陆续续 有一些年轻人出来逛街了 塞尔维亚的这些建筑啊 都还是很复古的 大街上有很多美女啊 但是大家要记住啊 来大街上看美女 一定要戴一副墨镜 而且这个墨镜的话 是不能让别人看到 你的眼睛了 这样的话 即使你在这里 看这些美女 他们也不知道 在看她 因为 像这些东欧国家 萨尔维亚 乌克兰啊 白俄罗斯啊 这些都是盛产美女的 他们这边的美女的话 都穿着是比较比较性感的 就是那种 古白帽美 八长腿 然后他们喜欢穿一点 就是露这个四叶线的衣服啊 然后裙子这些都穿的特别短 这些也是他们的一个特色 我在路边发现一个很漂亮的冰箱贴啊 塞尔维亚的 然后给他他一千 找了三百五 说明这一个就是花了三百五 你看他这个冰箱贴真的太漂亮 现在进入了他们一家 他这个卖手机壳的啊 因为我的手机壳换 他们买一个手机壳 他这个手机壳可能都是来自中国的 因为我感觉这个手感这些都比较接近我们这个 国产的啊 我先选一个看看多少钱 他们这里卖 选中了一个手机壳 当时很贵 他这里卖这个两千 两千的话一次性就把我的钱给榨干了啊 所以我决定不买了 再忍忍吧 在路边发现一家中国餐厅啊 看起来很不错 然后他当地的塞尔维亚人来吃的也挺多的啊 看起来比较靠谱的 进去看一看价格 这家中国餐厅看起来比较靠谱 因为我前两天去了一家 又贵又不好吃 他这个可以自己打菜 这些菜还挺丰富的 有点接近那个应该是东北人开的啊 这些都是东北菜啊 等一下肚子饿了 我在这里吃一顿 然后这个是价格表 这个价格表的话 这个可能就几百啊 很多就当地人来吃 这家塞尔维亚的 外电子产品的店啊 让大家看一下这里的价格里面 这个是苹果手机啊 苹果15 15拓尔马克斯 20万迪纳尔 那这个苹果15的价格 还有这么贵吗 这个是14啊 14的话它是12万迪纳尔 然后这边还有这个我们的小米 这个是14 它上面没有 没有标这个价格 可能这个 萨尔维亚的光税比较高啊 可能会贵一点 就是萨尔维亚的一些小众品牌的香水店啊 特别的多 给大家了解一下 看一下 它的香水 像很多人来萨尔维亚啊 他都会去买一些香水带回去送朋友啊 这些 我觉得很便宜啊 这个香水 这一块 1000 Dinar 对 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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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对 只有这2000 2000 很深 就是几十块钱一瓶啊 我和老板娘的态度都是很好啊 这个非常大的 萨尔维亚这边的一些人啊 对我们的话也不是说很网上说的那么友好啊 因为我经常会会遇到那种 就是看到我是中国人啊 就态度对我非常不好的那种啊 很多都是一些商店年纪大一点的 我也很大闷 到底是哪里招惹他们 这样会注意的地方叫我师弟出去 吃那个刚才发现的那个中国餐厅的啊 那里我们中国胃 已经好几个月没有吃了 师弟 走出去吃饭 发现一家那个中餐厅 都好吃了 走出去吃饭去了 不要睡了 师弟带你去吃一家中国快餐啊 OK 我们的中国胃安排明明白白的 很香 然后这里还有一家中国奶茶店啊 珍珠奶茶双皮奶 嗯 好 那中国快餐 你想吃什么 你要吃面还是吃菜 太香了 对 里面更香 太香了 我已经考察好了 我的天哪 它这个是可以可以拼啊 它这个是分的大份和小份 它已经打好了啊 打了一个茄子牛肉豆腐 然后还有一个这个叫什么的东北菜啊 然后主食的话 给我拼了一个米饭 一个面 这个是它650 因为它小份是550 550的话是一个主食 两个菜 大份是650 650是一个主食 三个菜 所以又花了650了 都很好吃 上一次吃那家有点坑啊 又贵 两个人我俩吃了100 150人民币啊 今天这里的话两个人就是80块钱 有很多 丹地人啊 塞尔维亚人也过来这里吃 然后这些只有我们一桌是中国人在吃 吃完饭啊 我师弟想喝一个奶茶 你看他家这个招牌啊 这个广告做的位置挺好的 甜品店啊 吃的人还挺多的 很多都是这个塞尔维亚人过来吃 一般只要能做这个本地人的生意啊 就说明是一门好生意 我看一下多少钱 他这个小杯是400 三百三百三百九 第哪儿啊 大杯是差不多四百四百八 我猜的是切吧 吃饱喝足啊 现在在快餐店门口 来坐一下啊 大家也看到了在塞尔维亚的话 100块人民币啊 很不经花的 就是早餐买一点菜 然后出去买了一个冰箱贴 然后来这里 再吃一个饭啊 差不多就没有了 对 Concept 像这样 6